各位車循環的觀眾大家好 夏天即將到了 各位車主使用冷氣的機率也相對的提升 在這裡跟各位介紹一下 車內循環一樣重要的商品 就是冷氣濾網 在我的手上 這兩塊是屬於 在左手邊這一塊是屬於 使用一萬公里的冷氣濾網 右手邊這個是全新的 各位觀眾可以比較一下 這兩者其實使用一萬公里之後 是非常非常的髒的一個商品 然後像它那麼髒 有時候在過濾一些花粉塵滿 它的過濾效果會比較低 而導致這些花粉塵滿 它循環到車內的時候 會讓駕駛者吸進去 在我右手邊這一個 它是一個不知不與超細線微層組成的 它能有效的過濾花粉與塵滿 現在為各位觀眾介紹如何拆換冷氣濾網 現在第一個動作就是說 先找出你的位置在哪 像這台車它的位置是在 副駕駛座的手套箱裡面 現在有計時它就是要如何拆 第一個先把那個手套箱拆下來 拆下來之後會檢查 一般冷氣濾網外面會有一個蓋子 蓋子先把它拔掉 拔到之後裡面就是 目前的冷氣濾網了 然後現在拿出來的是屬於一個舊品 新的冷氣濾網把它安裝回去 一樣同位置同方向 對把它拆進去就好 之後再把那個護蓋蓋回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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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